大家好,我是塔罗神Jessica 今次不只说占卜 不只说成员魔法 会说说2020年10月星座各大运程 狮子座要虚心学习 多些听别人的意见,不要一意孤行 而事业方面,上半年会多些麻烦 应该学多些新知识,令自己更加增值 到今年会有升职的机会,人际关系都不错 而7月会因为水液的影响 要保守不易急进的东西 其余时间都可以放胆去做,就会有收获 到财运,要小心因为开支大而影响自己的财运 而偏财运都不错 有机会可能你卖了自己的物业 而得来一笔的钱 到7月就要以手为功 爱情方面要珍惜和感恩另一半 要对他体调点、关怀点 今年的桃花运不错,容易结婚 而单身的你都有很多追求者去追求你 不过要大眼熄人,小心别人压你 没时间到这地方 因此红色是你的银管 以后是正在我会 在抢洋花运不错 稍为一手 那边有点重新的血缘 那是可以做的 因此黄金策